登场这次的论坛是近三年来 两岸规模最大的交流活动 主办方15号特别召开了记者会 强调海峡论坛自举办以来 是在两岸符合法令下的前提来筹办 更批评民进党政府 嚣张制造绿色恐怖 而今年大会上除了官方的会见 商界人士当中 蒋经国长孙蒋友松 也将首次出席论坛 2023海峡论坛 从16号开始在福建拉开序幕 今年最重要的一场重头戏 两岸党政代表会被疫情 睽違三年 总算能在这个场子 面对面会谈 点名民进党别再玩绿色恐怖 今年海峡论坛不断遭到 陆委会称是统战交流 国民党则强调一切符合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国民党副主席夏令妍 与朱立伦的小舅子高斯伯 大陆事务部主任林祖嘉 都将在16号抵达厦门 至于大陆涉台官员 包括全国这些主席王沪宁 与国财办主任宋涛 都将当面表示欢迎 今年海峡论坛 台湾各界超过5000人参与 上届人士中有个新面孔 蒋家第四代 蒋经国长孙蒋友松 将以投资公司董事长身份现身 此外 建分立委陈玉珍也将出席 要重申的还是那句 一切符合法令 面对2024总统大选 国民党做出战争与和平的差异 而对话就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而不仅国民党率团出访 台商圈也热情响应 传递的讯号不外乎 就是要和平要发展 盼两岸能走出新局面 记者林清贤 严佩玉 厦门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